欢迎回到华世新闻杂志 在外国有人眼中 台湾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交通奇景 恐怕就是庞大的机车族大军了 2022年底 全台机车总数已经高达1439万辆 比汽车多了将近600万辆 而交通事故死伤 机车车祸更是位居第一 原因包括 位移规定让车 位注意车前状况 位移规定左转等等 机车族背负着交通乱象的骂名 但同时他们自身的安全 却也陷入极大的风险 从道路设计到驾驶观念 该如何保障每位用路人的权益呢 采访团队跟着上班族大学生 还跟在台湾生活的外国骑士 穿梭在大台北市区道路 带您体验机车视角 也共同省思交通改革的方向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它迅速很快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时候很危险 会很多人不打灯切换车道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它打下去哪里 所有的人都是超车 有点可怕 道路的设计会影响骑士 因为这种混乱的状况 然后会变得很容易生气 对机车组来讲 公不公平可能我们都还不敢去想 按不关键的事情就是很利用教育 在车道中穿梭 有计程车路边临停车针道 还有身旁呼啸而过的汽机车 这样拥挤的视野 紧绷的情绪 是台湾机车骑士的道路日常 家住板桥的周虞轩和先生 每天往返台北市区上下班 他们的交通方式就是共乘一部机车 连接双北市的滑江桥 是他们每天必经之路 在狭窄的机车道上 骑士们时速超过60 急行过弯 周小姐形容这段路是前段比速度 后段比技术 人人薄命演出 来到台北市 先生下车后 钟于轩继续与车流奋战 红灯时他穿越两台汽车缝隙 挤进机车停等区 上下班时间就是本来车子就很多 所以大家就会想要尽量去压缩那个空间 每一个路口不是都会有一个带停的地方吗 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会让大家 会觉得说摩托车应该要在前面 起步的时候会待在车子的中间 我觉得反而对摩托车来说是危险的 车辆转进中华路 惊险场景立刻上演 六线道的大马路 周虞轩执行在前方中间车道 记者紧跟载后 瞬间被左右汽车挤压包夹 这个公车要在北门站那边靠站 然后汽车要走中间或者是 就是靠右边 等一下要右转四名大道理 然后摩托车就是执行 也就会被夹在就是 要走这种方向的车子的里面 汽车它很多车都不让 其实不会管理 台湾的就是这种交通状况很危险 它很需要高度的注意力 大家都会因为这种就是 就是很混乱的状况 然后会变得很容易就是 很容易生气或者是很容易焦虑 透露在行车高风险环境中 车祸是许多机车骑士的梦魇 2021年周虞轩行经中华路时 碰上后方计程车朝车擦撞 他当场倒地昏迷不醒 我被撞到的当下就是 我是直接昏倒 然后就可能有人帮我叫救路车 所以我在醒来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是在急诊室 因为有行车记录器才知道说 原来是机车车撞了 不然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这场车祸也让他一度罹患 创伤后压力症候区 经过就是当时车祸的地点的时候 我会就是可能有点恐慌症发作 所以那段时间确实是就是 骑车的时间很少 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捷运或者是公车 可是如果我要搭公车跟捷运 可能就要将近一个小时 那对我来说就是 但我为什么要多浪费 20分钟半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能够做的调试就是 想办法就是帮自己找一条最安全的路 2022年台湾有1517万人领有机车驾照 等于国内有六成的人口是机车驾驶人 而台湾的机车数量也逐年增加 根据2022年底统计 全台总共有1439万辆机车 等于每10人中就有6台机车 数量之多让台湾成为机车大国 但是台湾的路况却是显向缓身 有的时候它是一种人被迫自我保护的状态 因为你在马路上就跟在战场上一样 你不骑快一点 你不去抄别人的车 你不去做一些主动 甚至带有攻击性的驾驶行为 你会觉得说 我就会自作为被攻击的那个人 佩戴GoPro镜头实际上路 我们带您感受机车组的风险 记者行经基隆路段 尖锋时段庞大车流 机车在外侧车道 左闪右闪 眼前更出现歧视有孔就钻的情景 连靠站中的公车右侧缝隙也不放过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设计 比如说我把路边停车 第一个跟公共设置带做结合 每隔多远我把它挖出来变公车弯 就不会被对外侧车道造成干扰 机车在车道上被汽车包夹 逼车甚至引发擦撞 都是许多骑士 司空见惯的恐怖经验 我们不可以容许一个车道内 有一辆汽车跟一辆机车并行 这就会很多这种所谓的擦撞 我会希望它跟汽车之间的关系 是前后的关系 那汽车如果想要超越 前面比较慢的机车 你应该是变幻车带 根据交通部统计 双北地区桥梁机车事故 从2017年开始数字年年上升 也都破千减 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是因为旁边的 立体区隔的这些像喷泉岛或什么 它比较高 道路我们可以再思考看看 但是我们又反过来说了 就是说当它觉得压力大的时候 通常一般驾驶人会速度会下降 基本上它的速线就是根据它当地的 这个速线的规定去走 路面上的柏油谷丁 水锅盖和标线 也增加机车的骑乘风险 台湾标线的防滑系数 我觉得真的都太低了 一些车你只要稍微碾到一下那个虚线 你就会觉得轮子滑了一下 上下班时间机车道都很慢 都很紧 你稍微滑了一下 你就撞到旁边了 其实对机车主来讲 光是安不安全的事情 就是令人教育 近五年来交通事故统计 自小客车的死伤人数 每年平均有1万6千多人 大型车导致的死伤人数 是1万1千多人 而机车包含大型重机的人数 年平均就高达36万人 机车事故数量 平均每年发生36万件 而年龄18到24岁的区间 就占了三成 在通往阳明山的仰德大道上 文化大学学生熟练的骑着机车 穿梭在公车和汽车之间 这是他们上下雪的光景 遇上花季 车流量更不容小觑 骑机车就是为了便捷 所以通常会骑旁边 就是可能车子的旁边 那如果车子只要 它有时候可能有些车子会突然歪掉 然后就会突然很靠旁边 那时候就有点危险 拍摄途中采访团队目睹一起 大学生机车自摔意外 起因式机车过弯时摩擦中柱导致摔车 索性后方没有其他车辆 才没有酿成严重事故 你会怎么样 仰德大道全长6公里 沿路坡度大弯道多 根据警方统计 仰德大道的机车事故 年平均超过300件 而这些风险 潜藏在年轻学子的身边 我觉得危险的可能是下山 因为像有些文化的很多男生 骑车都很快 20岁的学生黄宇慈 因为便利和经济考量 开始骑车 资历三年 他也累积出一套心得 下山的时候轿车都会塞住 然后变成右边的道 那一条道路都是机车骑的 然后有些男生 因为有女生 但是大部分都男生 然后就会骑很快 然后超车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种时候很危险 有些汽车会比较不友善 他们就会按喇叭 或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要看后照镜 要时常注意后照镜 如果很后面的车 离你越来越近 那你就尽量往右边靠 让你的汽车先过这样 当道路经验 多半靠着实战累积 年轻人的生命 等于暴露在高风险中 年轻人的交通经验 相对比较清晴 而且在他取得教造的过程当中 他也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 就是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学长学姐 教我怎么骑车 但他们的观念 不一定是正确 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 细小训的教育训练 所以教育目指这几年 一直都在推动 鼓励大家去考驾 机车驾照之前 先受驾训的训练 考驯的部分也会做加强 包括考试的难度会提高 台湾交通乱象 在国际上也恶名远迫 包含美国 英国等五国 提醒民众来台旅游 无论在路上或上下车辆时 都要小心穿梭不停的大辆机车 而加拿大更直接点名 台湾不少机车驾驶 不遵守交通法规 横冲直撞 而身在台湾的外国骑士 也对台湾的交通感到危险和混乱 我在学那个考试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要让人 我考过了后 我就是开始骑机车 然后我会看到路人 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要过马路 我会听让他们过马路 然后发现后面的人 会开始按喇叭 如果我这样的话 可能会更危险 因为后面的人可能会撞到我 我觉得台湾的机车很危险 在路上走很危险 我都觉得机车的速度很快 突然之间 你左边又串出一个 右边又串出一个 其实还是感觉比较危险 机车组就是好像要 常常要注意有没有要带转 那但是法规上面呢 我们要看的是 蓝色的圆形的牌子 有没有出现 但它又不在固定的位置 除了加强正确的驾驶观念 不少学者和相关单位 正在严拟道路设计全面改革 把车道宽度 从原来的3.5米 或是甚至4米宽的车道宽度 我们把它缩小到 尽量缩小到3米或是3.2米 机车是能够维持前后的关系 而不要左右的关系 运用我们的标线 来减缓车辆的行驶速度 台湾道路 尤其是四驱道路的 特性就是接口短 耗制多 所以你开快其实没有好处 应该七驱车都不要快 不代表会塞车 它可以运行得很顺畅 它可以让红绿灯控制 可能更顺畅 面对不同地理环境的道路设计 中央和各地主管机关 该如何兼顾品质和安全 道路主管机关 包括银建署公路总局 它当然就是发布了很多 所谓的设计的原则 怎么样让第一线的所谓的工程师 道路设计者 能够知道说我今天这些原则没办法成就的时候 我怎么做取捨 我怎么去做优先的选择 这个我觉得是要做一些沟通 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 就是审计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定出一些规范 那这些规范可以变成一个check list 方便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是在执行道路设计的时候 可以去这个检核 对于现行的进行机车车道 喊机车两段式左转 究竟是保护整体用路安全 或是衍生更多交通事故 各界人代凝聚共识 第三车道的内侧车道 进行机车 既然进行你就不可能变到最内侧 然后你要做左转 所以搭配了这样的条件 我就要设两段式左转 我会设计一个所谓的偏心的左转车道 这是分流的概念 但它不是摆运据去做分流 而是摆它的速度 摆它的形象去做分流 问题在增结在台湾的车种就是非常的多 那通通挤在同一个道路上面 当前面的汽车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后面的机车能不能有足够的能力 紧急刹车在它的后面安全停下来 不会发动事故 就可能需要想清楚了 不想让上路变成赌命 行人和驾驶都可以多一点同理心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行人骑士 或者是汽车的驾驶 可是很有趣的是就是 当大家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上面 或者是你是行人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脑袋就会换了 台湾的驾驶文化不太好 方向凡厚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变成非常易怒 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从小 从不好的驾驶环境里面所学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反省 反思要做改变 身为机车大国的台湾 能否不再牺牲启示生命 摆脱机车乱源的恶民 翻转用路环境刻不容缓 更需要你我牺牲面对寻求改变 让台湾更安全更美好 你好我是思维轩 你订阅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了吗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别忘记收看华世新闻杂志哦